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身中多枪 目前有生命危险 此刻他被直升机送往附近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至关重要 斯洛伐克TA3电视台此前报道说 现年59岁的菲佐在首都东北约150公里处的汉德洛瓦镇的文化大厦外 被四枪击中了腹部 他当时正在那里会见支持者 一名男性嫌疑人被拘留之后警方封锁了现场 据斯洛伐克TASR通讯社的报道 议会的副议长布拉哈在议会会议上证实了这个事件 并宣布休会 直到另行通知 总统卡普托娃在谴责这一残酷无情的袭击时说道 我很震惊 我希望罗伯特·菲佐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充满力量 并迅速从袭击当中恢复过来 菲佐于2023年10月就任斯洛伐克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这是他第四次担任斯洛伐克政府总理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多国领导人 在事发之后对事件表达了谴责 美国上个月的消费者通胀数据在连续三个月持续上涨之后略有降温 这可能会让美联储以及拜登政府暂时松一口气 劳工部周三的报告说 3月到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0.3% 略低于3月0.4% 与去年同期相比 通胀率从3.5%降至3.4% 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CPI 也在4月份有所缓解 在2023年下半年稳步下降之后 今年头三个月的通胀率出人意料的高起 这些数据使人们对40年来最严重的一轮通胀 正在迅速得到遏制的希望变得渺茫 联储会的主席鲍威尔悄然改变今年可能降息的态度 相反他强调联储会官员需要更大的信心 看到通胀率正在下降到2%的目标水平 才会从高位降低贷款利率 通胀是否继续下降可能对总统竞选产生重大影响 对拜登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 试图将高起的通胀归咎于拜登 并利用这点来破坏他的竞选连任 尽管招聘依然强劲 平均工资增长健康 但总体价格上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 周二鲍威尔重申他仍然预计通胀最终将达到联储2%的目标 但在一次小组讨论中鲍威尔承认 在连续三个月的价格数据上涨后 他对这个预测的信心有所减弱 俄罗斯国防部15日通报说 俄军已经重新占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扎波罗热州的拉伯蒂诺村 这意味着乌军失去了夏季反攻的唯一战果 俄罗斯官媒表示 此处是乌军2023年反攻的唯一战果 俄罗斯另一家官媒卫星通讯社 转述的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表示 蒂涅伯集团军队已经完全解放了扎波罗热州的拉伯蒂诺村 并在另外三个地点杀伤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 称乌军损失25名军人 两辆汽车和一门美制的M777式155公里榴弹炮 拉伯蒂诺村是一个前线的村庄 位于俄战扎波罗热州首府梅利托布尔东北约75公里处 俄罗斯官媒指出 基辅当局将此地列为乌军2023年夏季反攻的主要成果 正是为了收复的拉伯蒂诺村 乌克兰从战略预备队调派了接受西方国家训练的部队投入到了战斗 俄乌的战局恶化 基辅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到了乌东的哈尔科夫州的城镇沃尔陈斯克 该地距离俄乌边境约有5公里 俄军如果拿下 会是10日进攻该州以来最显著的进展 迫使乌军赶往增防 新加坡新任总理黄寻才今天宣誓就职 就职典礼在总统府草坪举行 在新加坡首席大法官的见证之下 黄寻才从总统手中接过了委任状 卸任总理的李显龙改任国务资政 他与其他新政府内阁成员随后分批上台宣誓就职 接受委任黄寻才前年获推举为新加坡第四代领导班子 领袖兼副总理及财长李显龙上个月正式宣布交棒 与黄寻才 黄寻才履行后会继续掌管财政部 51岁的黄寻才草根出身 被形容为平凡但有人味 是非典型的新加坡政治人物 黄寻才早在两年前已经获推举为新加坡执政人民行动党 第四代接班梯队的领导人 他以务实而严肃的态度面对重任 2021年当时接任财长的副总理王瑞杰辞任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袖 随后黄寻才接任财长一职 并在数年6月即获推举为第四代领导人 一个多月后接任副总理 巩固作为李显龙接班人的地位 接任总理之后 相信他会继续推动由他领导的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 改善经济社会民生 对外首要的挑战是应对中美的竞争 他去年曾两度放华 表明高度重视对华关系